好,我们开始上课了 能听见我说话吗? 咱们现在教室里有四位同学,是吧? Lelfin, Golette, Florina, et Véronique Donc, vous pouvez m'entendre? C'est bien clair? 都可以,是吧? 啊,又来了一位 那今天咱们这个课程啊 是进阶班的试听课程 学校把每期班级的第一节课 都设成了免费试听课程 所以呢,教室里面除了购买课程的同学之外 还有没有购买课程的 那么今天的两个小时呢 也是可以进教室听课的 那这些同学呢 如果你在听课过后 觉得这个课程比较不错啊 比较适合你 那也可以选择购买,好吧 Donc, bonsoir, bonsoir à tous Et comment allez-vous? C'est bien? C'est très longtemps 从我们语音班结束开始 有很长的时间没有给大家上课了 但是呢,今天咱们进阶班终于开班了 所以, bienvenue à tous et tous 欢迎每一位在座的同学 Bien, merci, très bien 那这个阿里耶的法语进阶班 有什么问题或者关于课程的一些信息啊 都可以通过我的QQ 来给我留言 或者是询问 那至于我们购买课程的同学呢 大家有讨论组 对吧 关于课程的通知 都在讨论组里发布 那大家学习上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组里互相讨论 甚至如果你们想组成学习小组 在课下练习读课文啊 或者一起背诵的话 那么跟校长说 给你们在这个YY语音上开辟一个频道都可以 这些都是可以的 好了 那关于这个课程 我还是要多说几句 因为咱们进阶班的课程 跟前面语音班 前面我们语音班是从零基础 讲了简明法语上册的1至8课 那跟这个语音班的授课内容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那我们进阶班的授课内容呢 是简明法语上册的第9课 一直到第30课 把第9课一直到第30课 那如果看书的同学可能知道 简明法语把9到30课分成了两个阶段 是吧 一个是 什么呀 一个是 入门教程 入门教程是第9到第18课 一共10课 那么再有就是初级教程 是从19课到30课 一共是12课 那我们 现在马上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初级教程 呃 pardon 就是这个 入门教程 9到18课 这10课的内容 那这10课的内容呢 这10课的内容 我们是 这个 道质来讲的 跟书上的顺序 有一些不一致 我们每一节课会先讲词汇 来我把这个 往后翻一页啊 先讲词汇 大家也看到 这个词汇 给大家 嗯 在书的基础上补充了很多内容 对吧 补充了很多词组啊 例句啊 啊 等等 这个每个词语的用法 那么词汇之后 我们会讲课文 啊 课文完了以后 呃 跟语音班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 我们还加了一个语法的环节 那书上也有 是吧 会给大家补充这一节课 所用到的重要的语法 啊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授课顺序是词汇 课文和语法 当然了 在授课过程中 我也会提到 很多的问题 包括帮助大家复习以前的知识 啊 再有呢 这个新学的知识 看看大家的掌握程度 那么 请大家 上课的时候 最好准备好话筒和 耳机和话筒 这个话筒呢 可以是耳机上戴的 那也可以是 有的同学用笔记本哈 笔记本自带的话筒 都可以 最好要有话筒 我会轮流的叫同学们来提问 啊 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 呃 上课做笔记的问题 最好请大家准备 呃 笔记本 啊 上课可以写一写 做一下笔记 尤其是 你看我们这个第一页 讲义就可以看出来了 啊 跟语音班非常的不同 这个内容增加了很多很多 所以上课的过程中 可能是光通你的脑子 是没办法全都记住的 所以可以做一下笔记 那有的同学呢 买了简明法语的 纸质的书 啊 把笔记记在书上也可以 或者有同学选择 把我们发给大家的 电子版的教材打印出来 然后记在上面也可以 那甚至有同学说 我上课我就光听 我不记 但是呢 嗯 我在课下 我会 这个再看一遍 我们的视频录像啊 到那个时候 我再去背再去记 也可以 你去选择怎么样学习 最适合你 好吧 这是关于 呃 课程的 啊 一点东西 那刚才说的是 这个 入门教程 那到后面的这个初级教程呢 咱们的内容又丰富了很多 还会在上面给大家 加口语的部分 因为到那个时候 那你就不能光会课本上的 那点东西 是吧 哎 你张口怎么也要 这个比较简单的内容 要学会交流 啊 会给大家 嗯 加很多其他的 东西 再包括这个有课后阅读了 啊 等等的 内容上 顺序上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咱们后面再说 那接下来说一下课时的安排 这个 入门教程的这时刻 9到18课 我们大概会用 嗯 50到60课时 在这一课时呢 差不多是一小时 啊 咱们一次课上两个小时 还是中间休息十分钟 所以呢 呃 咱们大概是 将近一周半啊 一周多的时间会讲 一课的内容 这是咱们的课时安排 好了 嗯 关于课程 就介绍这么多 好吧 然后咱们现在开始 上课 在上课过程中 我会提问题 但是呢 提问我可能就会叫 购买课程的同学了 如果是 嗯 没有购买课程啊 今天是免费试听的同学 可能不会叫到你回答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听完课程之后 有什么问题 那你可以QQ来问我 留言啊 或者直接找我都可以 好吧 来 咱们先来看啊 今天呢 咱们要学习的是第九课 谁知道第九课法语怎么说呀 课程怎么说 课程是这个词 le son le son 那么九 咱们已经学了 对吧 语音班 谁还记得怎么说 有人记得吗 九怎么说呀 诶 谁会背数字啊 有没有同学 要举手背一下数字啊 我的这个举手模式已经开启了 非常好 有谁能从一到九 给我把一到九的数字背一遍 可以自告费用 试听的同学也可以举手 如果你会的话 有吗 试听的同学也可以举手 有吗 试听的同学也可以举手 如果你会的话 有吗 有吗 没问题 我会继续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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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三 八 九 七 八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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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是什么 十很简单 和六就差一个字母 this就是十 对吧 好那今天呢 咱们学的是第九课 叫做le son neuf le son neuf 那首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九课的词汇部分 那大家看到从这个 我们的教科书上是把词汇 分成了几大类 按照它的不同的词性 咱们首先要接触到的 第一类词汇 就是它 non non n o m 后面的这个s 在这是一个复述 这个词是没有它的 因为我们要学习很多的名词 对吧 所以在后面加了一个复述 所以同学们告诉我 这个s在这发音吗 是读non还是nons 发音吗 这个s 不发音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它的后面怎么样 没有一个不发音的r来保护它 对吧 所以如果后面有一个r 那没问题 它发音 如果后面什么也没有 就以这个辅音字母结尾 那它又不在那五个 结尾发音的字母里边 所以呢 它是不发音的 所以你会看到 法语中的名词复述 因为法语名词变复述的一般规律 就是在这个名词后面加上一个s 所以你会看到法语中的这个名词单数和复述 它们的发音往往是相同的 这个复述往往不会改变到这个词的发音 所以这个词 你看 加了复述以后不影响它的发音 它还读non non是名词的意思 在我们这个单词表里 它是名词的意思 但是呢 它除了名词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姓氏 我们姓什么 在中国有百家姓是吧 姓氏 叫做 non 姓张啊 姓王啊 法国也有姓旅凤啊 或者是其他的 是吧 那么 姓是non 名字 有人知道怎么说吗 咱们说姓名姓名 英国呀 美国呀 法国呀 跟咱们姓和名的顺序是不同的 他们的姓是在后面 名是在前面 所以名字这个词也特别好记 就是由姓这个词演变而来的 叫做 painon painon painon是名字的意思 painon这个词 在non前面加了一个前缀 painon 这个前缀大家记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前 在什么什么之前 所以呢 non是姓 在姓之前的就是名字 这两个单词就记下来了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 咱们 一般在日常生活中啊 经常会听到 问 您的名字是什么呀 或者你在这个过海关呀 签证啊 办其他一些手续的时候 那有的人会直接说 这个工作人员会直接问你 Votre nom Votre nom S'il te plaît S'il vous plaît Votre nom S'il vous plaît 您的名字 请告诉我 那这个时候呢 虽然他 只是简单的说了non 没有说painon 但是意思就是问你 你的名字是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要光告诉人家 你姓什么 要把你的全名都告诉人家 这个是值得说明的一点 就是这个词 non 我们讲到这 好了 那下面呢 看名词部分 名词部分的第一个词 来跟我一起读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把前面的不定冠词 连起来一起读 une conversation une conversation 关于这个词呢 我讲两点 首先第一点 是读音上面的 这个s告诉我是 发轻辅印 s 还是卓辅印 z 这两个啊 发第一个 还是第二个 为什么 为什么发z florhin呢 告诉我 golette和vihonik 都说发轻辅印 z 我请florhin的说一下 打得很快啊 卓辅印 为什么 卓辅印 能解释一下吗 卓辅印呢 绝了 后面是原因 但是前面呢 前面是原音是辅印呢 前面是一个辅印 对吧 小舌音是一个辅印 那我想请问 这个字母s 在什么时候 才会发轻辅印字 在什么时候 再加在两个 原音字母之间的时候 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s 它只有后面是原音字母 前面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发轻辅印 s conversation 不要读成conversation 这个是咱们读音上要注意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词尾 这个词是由 deon 这个组合 字母组合来结尾的 那我们说过 所有的 以 这四个字母 来结尾的名词 它都是阴性的 还是阳性的 它的阴阳性 可不可以通过 后面的词尾来判断 可以吗 所有也 使用这个字母组合 结尾的名词 它都是阴性的 它都是阴性的 这也可以成为大家 被单词阴阳性 掌握的一点规律 这个是比较绝对的 那有的老师讲 说 以字母 结尾的名词 一般都是阴性的 这个太不准了 例外太多了 但是呢 以这个 凶结尾的名词 这个比较准确 所以大家把这个 当做规律去记 所以你会看到 前面的这个不定冠词 是une une conversation 它是交谈 谈话的意思 交谈 谈话 那在这儿呢 既然牵扯到这个 前面的冠词 我也多说一句 就是大家在背 这个名词阴阳性的时候 一定怎么背啊 你不要 这个拿着单词表啊 conversation 阴性 有的同学 甚至背成 conversation f 因为后面这个阴阳性 是由m和f来表示的 是吧 千万别这么背 这么背 这个 对你的口语 是没有一点的帮助 那么背呢 连着前面的 冠词 定冠词 或者不定冠词 去背 比如说conversation 你就背 une conversation 你就知道它是阴性的 阳性的 francais 你就背 le francais 你就知道它是阳性的 所以你也会注意到 我们的单词表 所有的这个名词 这个不如何例外啊 因为前面 不如何前面 是不加冠词的 所以其他的 你都会看到前面 它都加上了 不定冠词 或者是定冠词 是这样吧 所以就很方便你的记忆 就按掉这个单词表 就背 就可以 这是咱们背单词的 一些技巧 好 第一个词 une conversation 就讲到这 还有问题吗 没问题的话 咱们看第二个词 第二个词 非常的简单 天天都要用 跟我一起读 bonjour bonjour 你好 或者是您好 但是 你看到jour 我们知道是在白天使用的 如果想问晚上好 怎么说 晚上好 把jour 变一下 对吧 还是好 所以bon不变 jour变成什么 bonsoir 非常好 bonsoir 晚上好 如果说晚安呢 咱们再延伸一下啊 晚安 这么说 有东西会吗 非常好想到 女意这个词了 因为晚安呢 其实就是夜里好 让你夜里睡得好 是吧 晚安 那么夜 夜晚 就是 女 但是 Florene也知道 女是一个阴性的 这也非常的不错 阴性的 你想一想 前面 这个形容词的形式 是不是也要相应的 进行配合 所以就不能再用bon了 我们知道好 这个词是bon bonne 所以女是阴性 前面就应该是bonne 所以 Golette 回答得很正确 叫做bonne 晚安 好 bonjour bonsoir bonne 这个词我们讲到这 很简单 再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 首先跟我读这个词 année année 连同前面的这个不定贯词 一块去读 那注意呢 有一个连读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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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它是年或者年级的意思 咱们先看年这个意思 有同学可能会觉得 它跟咱们学过的另外一个单词很像 比那个单词要长 这个单词就是on on是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on是什么意思 岁 很好 那你多大呀 je vende 我二十岁 还有一个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年 对吧 它当年或者是岁甲 那这个年on和这个年anne 有什么区别 再度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们的区别 anne这个词 它是从咱们之前学过的on 这个词上演变而来的 在它后面加了一些东西 那加了一些东西就会有区别 两个词都当年奖 但是这个on呢 它指的是一年 两年 十年 它是以一年为一个单位的 咱们泛泛的去说这个年数 比如说 嗯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两年前 来到中国 我两年前来的中国 哎 怎么说呀 已经涉及到过去式了 换一个简单点的吧 嗯 就这句吧 咱们忽略到过去式 那在这句话里呢 咱们就看这个dezone 它要说什么 两年之前 对吧 它只是要说一个数字 到底是几年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会用on 但是anne表示的什么 一说anne 它就强调的是一个 段的一个时间 啊 比如说 doute l'année 强调的是这一整年的时间 那能明白吗 比如说 嗯 我在中国待了整整一年 我在中国待了整整一年 je reste 谁呢 我这年 一直都待在中国了 它强调的是 这一整年的这一个时段 你都在做什么 也就是说 把这一个单位分开了 你在这一年里边 你都干了些什么 所以 这是这两个词的区别 能明白吗 嗯 是以一年为一个单位 对吧 一年两年几年 啊 包括是 说我多大 对吧 我有几岁 意思也是我活了几年 是这样吧 但是doute l'année 强调 这一整年的时间 你都在干什么 sava 能体会到 这两个单词的区别吗 如果能体会到 告诉我一下 打一个1就可以了 那我就继续往下讲 可以明白吗 基本上都可以 是吧 在咱们这个今后的学习当中 你会不断的遇到这两个词 指的是年度 也不是年度 只不过是强调一个 段时间 跟on的侧重点不一样 但是不一定 这个翻译成年度 能明白吗 那除了这个区别 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习惯用语 也分别用到了on和ane 但是呢 这些习惯用语 在运用on和ane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能 咱们刚才讲的那个区别 就不是那么明显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一个习惯 比如说 今年 他可能就这么说 就说se danne 他就不说什么se don 不用on 那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那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介绍这些词组 给大家总结了一些 用到on和ane的词组 那大家呢 就把它怎么说 死机用背下来就可以了 因为外语这种东西很多 它只是一种习惯 是吧 没有道理可讲 所以学外语 咱们说要怎么样啊 要多问是什么 少问为什么 你就记住 se quoi 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去问 se pourquoi 是这样吧 来咱们看一下 给大家总结的词组 第一个词组 来给我读 dut lenni dut lenni dut lenni dut这个词 一会儿我们在生死表中 也可以见到 它就相当于英语当中的o 它表示所有的 所有的 dut dut 但是因为呢 后面的anne 是阴性 所以这用了dut 在后面 这个l1' 谁能告诉我 它代替的是什么 这个l1' 是什么 是la 很好 因为anne 是一个 阴性的单词 前面用阴性定冠词 la 但是呢 遇到原音 开头的单词 有一个省音 所以变成l1' dut lenni 所以从这个词组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do 加上定冠词 当然这是题外话 稍微讲一下 加上定冠词 再加上一个单数的名词 就表示 这个东西 全部 整体 这个东西的全部 或者是整体 就相当于英语单中的 o de 什么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后面还会讲 dut lenni 一整年 dut lenni 一整年 在下面 sedane sedane 今年 今年就这一个说法 没有用on的这个说法 注意 读的时候要连读 再跟我读 sedane sedane 再看明年 明年和去年 就有两种表示方法了 那这两种表示方法呢 用on也可以 用ane也可以 他们意思都是一样的 所以随便 用哪一种都可以 但是呢 这个明年和去年 咱们要接触到两个形容词 首先 第一个 来跟我读 pushane pushane 注意这个pushane 它变成音性 后面加了一个不发音的e 所以前面的鼻腔原音就失去了 前面是pushane 是 ren的字母组合发 n的音 但是后面呢 鼻腔原音失去了 就变成 re字母组合发 a的音 后面的n发 n的音 所以是pushane pus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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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一个 或者是接下来的 在时间上表示 这个后一个的概念 知道吧 有点像英语当中的next 但是next还可以表示空间 对吧 我挨着你做 next to 但是呢 法语当中不可以 这个pushane pushane 只是表示时间上的 下一个接下来的 那与之相对的一个反义词 就是下面的 ne derni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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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个 或者是最近的 或者是最后一次的 ne dernier ne dernier 读音的时候 注意这个字母 e 它是发半圆音 e的音 所以咱们读的时候 注意要和后面的 这个 圆音去连读 而不要读成 dernier 这时候就没连上 对吧 dernier 有一个 e的音 dernier 读音的时候要注意 所以啊 明年来跟我读 l'an prochain l'an prochain 如果用 année的话 l'anay prochaine l'anay prochaine 去年 l'an dernier l'an dernier l'anay dernière l'anay dernière 最后 一个非常常用的 也很好记的 可以跟咱们这个 刚才讲的 bonjour 和bonsoir 等等 一块去记 叫做 bon'an dernier 这也有一个连读 bon'an dernier bon'an dernier 是过年好 新年好的意思 好了 这就是关于 année的 给大家总结的 一些比较常用的词组 还有问题吗 哪个不明白 需要解释 可以问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 接下来往下看 下面这三组词 下面这三组词 你会发现 跟上面的这个 on和année 的构词法 很像 是吧 我要告诉大家 原理也是相同的 它们的意思 区别 跟这个on和année 也是一致的 首先看 第一行的 jour madin soir 这三个词 我们都认识 若和天 或者是白天 对吧 madin 早上 上午 soir 晚上 这三个词 就是平常你指时间 早上 在晚上 或者若和一天 两天 这么用 但是呢 如果加上了 后面的这个 这个词尾 它就强调 在整个的 这一时段 它强调的是 一个时段 所以journer 它强调的是 一整天 你也可以说 doute la journée doute la journée 一整天 怎么怎么样 doute la matinée 是吧 一整个早上 比如说 我等了你 一整个早上 je d'adon doute la matinée 一早上 我什么也没干 光等你了 它强调的是 一整个早晨的 这个时段 再有呢 soir 也是强调的是 整个晚上 那具体的词组呢 就不给大家 像这个anne一样 总结了 因为大家在以后的 学习过程中 自己就会看到 看到之后 你按照这个 区别 这个意思 去想 你就会明白的 到那个时候呢 咱们边学习 边积累 好吧 那在这给大家 就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 也不是举例子了 就是介绍一种 最简单的用法 也就是 在这六个词前面 要加上 bo 或者是 bonne 所以说他们之间 用法的区别 第一组 bonjour 没问题 你好 见面的时候 我们打招呼用 对吧 但是在journey前面 加上 bonne journée bonne journée 也是一句问候的话 也是一句祝福语 但是这句祝福语呢 就不是见面的时候 说了 什么时候说呀 两个人分开的时候 但是有一个条件 这个分开 一定要是在白天分开 一定是还没到 晚上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说一句 bonne journée 意思是 祝你接下来的 祝你这一天 接下来的时间里边 有愉快的一天 过得愉快 是一句 分开时候的 祝福用语 在吧 你们理解吗 比如说我们去面试了 或者去签证了 那 这个 见到 这个签证官 你首先要说 bonjour 您好 对吧 然后人家面试你 一系列问题问过来 最后说可以走了 去等结果吧 然后这时候 你要说什么 要说一些客套话呀 merci monsieur 等等等等 最后要说 bonne journée 就跟再见的意思 差不多啊 其实 就是说 我要走了 那 祝您这个一天当中 接下来的时间 能愉快的度过 这个意思 那同样的 这个madin 一般没有 因为 如果 就表示白天了 同样的 这个 晚上我们见面了 要互相问 晚上好 但是呢 如果分开是在晚上 你也可以说 bonne soirée 就是 祝人家在 晚上剩余的时间里边 可以愉快的度过 这个什么时候 最常听到呢 如果有的同学 看法语的新闻 新闻节目 在最后 因为新闻节目 大概是七点钟啊 或者是九点钟啊 在最后 他总会说一句 就是 请听众朋友们 在听完了 我们节目之后啊 晚上剩余的时间里边 也能愉快的度过 所以呢 都是分别的时候 要说的话 在这给大家补充一下 你下吧 可以了吗 这部分知识 这是一部分 挺重要的知识啊 考试的时候 经常会考 让你去区分 什么时候 要加后面的这个词位啊 什么时候不要加啊 还有问题吗 ça va vous n'avez pas de question d'accord 基本上没问题 有问题 大家及时的问 甚至打断我问也可以啊 都没关系 好 咱们再看下一个词 来跟我读 un département un département 加上冠词 un département un département département 首先注意读音 中间有一个r 这个r是不发音的 是不发音的 département 这个词呢 在大学里边 它是系的意思 比如说 正好下面有法语系 它叫做 département de français département de français 中间加一个de 再比如英语系 département d'anglais département d'anglais 在大学里边表示系 那到了公司里边呢 它就表示部门 公司的某个部门 再大一点 到了国家 它就表示省 表示省 比如说河南省啊 湖北省啊 都可以叫做département 那法国也有法国的这个省 对吧 法国的行政划分 其实和中国差不多 但是比咱们稍微 这个 不太 这个多几层吧 首先法国是分为地区的 地区法语叫做什么呢 叫做reje reje 是地区的意思 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 Provence 比如同学会问 它到底是一个省啊 它是一个市啊 是多大的地方啊 其实它是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就是一片地方 它包括很多省和很多市 是一大片地方啊 叫做区 叫做reje 所以它是一个大区 那它指的不是一块地儿 而是 一片区域 那这个地区下面 会有行政的省啊 省下面再会有 大家熟悉的市啊 ville或者叫cd都可以 也是这么的一个划分 département 那再接下来呢 就是两个表示语言的词 来跟我读 le français le français 法语 再下面 l'anglais l'anglais 英语 那注意英语是以原音开头的 所以 前面的这个定冠词 省音了 变成l'anglais 好 那说到语言呢 我再给大家捋一捋 凡是看到国籍呀 语言呀 这种词 大家怎么整体的去记忆 国家 国家的 还有 该国家的语言 该国家的人 这个是一整串 是吧 是一个体系 你看到一个词 你就要把这一套都背下来 所以凡是遇到这样的词 咱们怎么去记呀 你先要搞清楚 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比如说 法语 以法语来举例 法国怎么说 谁告诉我 法国 France 你 très bien 注意 最好加上定冠词 因为国家也是有奄阳性的 La France 搞清了国家 再记什么 法国德 把它变成形容词 法国德是什么 来 谁来告诉我 法国德 是不是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有阴阳两种形式 然后把这个法国德 把他的阴阳性形式 拿出来 直接作为名词 就是该国的语言 所以 把France拿出来 Le Francais 直接就是法语 那语言也有了 最后 法国人 再怎么样啊 把这个法语 把这个法语 前面的 开头的这个字母 变成大写 直接就是该国家的人 那是名词 France 法国的人 那如果你 这个特指法国女人 把男人都 这个排除在外 那你就说 France 也是要大写 所以你按照这个 顺序去背 都有了吧 这几个就都有了 所以每看到一个国家 不太生僻的国家 你觉得你需要知道的 都按这个 都按这一套去背 去记 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 也会考到国家呀 国籍呀 语言呀等等 所以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在这 再最后说一句啊 我是 法国人 比如这句话 我是法国人 后面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 F到底是应该 大写还是小写 再问最后一句啊 到底是应该 大写还是小写 小写 大写行不行 大小写都可以 大小写都可以 如果 后面这个词是小写 意思是什么 后面的这个词 是作为形容词出现的 意思是法国的 我是法国的 意思就是我是法国人 如果你大写了呢 后面这个词 就是作为名词出现的 我是法国人 也可以 所以大小写都可以 在这强调一下 好 关于语言的词 我们就讲到这儿 那语言的统称 紧接着来跟我读 Long Long 这个词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所以 Une langue Une langue Long 这个词当语言讲 比如我们说母语 Long Maternelle Long Maternelle Maternelle 能力的时候 那会写 比如说中文 Long 是吧 后面要注明 Long Maternelle 是我的母语 那其他的呢 比如说 Long Long 你可以写 Kuhamon 很流利 是吧 或者是其他的 你可以这个法语啊 德语啊 你可以写 这个 略知一二啊 像什么 这个 比较好啊 等等 这个水平啊 你自己去写 那Long 除了当语言讲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 咱们身体的部位 舌头 也叫做Long 好 来再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呢 是咱们语法当中 会用到的一个词 是一个语法现象 叫做动词变位 来跟我读一读 Gongshigazong Gongshigazong 读的时候呢 注意这个 字母G 它是发摩擦音 G的音 不太好发音 来再读 Gongshigazong 这个词呢 是一个音性的名词 La Gongshigazong La Gongshigazong Gongshigazong 动词变位 欧是这个欧洲语言的特点 法语啊 德语啊 都会有动词变位 这个动词是根据人称去变化的 当然也是同学们 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咱们一会儿 也会学到两个第三类动词 也就是特殊动词的这个动词变位 这个没有办法 只能大家回去之后 不断的去记忆 熟能生巧 这个字我们就不多说了 平时除了上课的时候 其余时候也不是特别常用 但是把它记下来 什么时候用呢 有的同学去了法国 要看法语原版的这个语法书 这个时候 你这些关于语法的词汇 都都要知道 来再看下面 还是两个跟语法有关的 阳性来跟我读 Le Masculin Le Masculin 阴性 Le Femina Le Femina 阳性和阴性 涉及到哪些词啊 哪些词有阳性和阴性 来告诉我 法语当中哪类词 名词形容词 非常好 就是这两类 其中的名词 它的阴阳性是固定的 是它的固有属性 对吧 这个词要么是阴性 要么是阳性 但是形容词是什么 是有阴性和阳性 两种形式 那取决于谁呢 取决于它所修饰的名词 要和这个 它所修饰的名词 进行一个阴阳性 当然了 还有三幅数上的配合 是这样的 那阴性和阳性 这两个词 它们既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形容词 这两个词本身 它是有两种词性的 做名词也行 做形容词也行 我用中文给大家举例子 比如说 我说一句话 阴性和阳性 是 名词的 是法语中 名词的固有属性 这个时候 阴性和阳性 在这句话中 是作为什么出现的 是作为名词出现的 对吧 阴性和阳性是什么 事故有属性 我再说一句话 这个词 是阴性的 这个时候呢 阴性的 对吧 它就变成形容词了 所以这两个词 做形容词也行 做名词也行 那咱们先看形容词 阳性的形容词 跟我读 masculin masculine 再读 masculin masculine 注意变成阴性的时候 加上了不发音的 那鼻腔原音 要失去了 对吧 本来是 但是失去后呢 读成 in 再看阴性的 feminin 同样也是注意 比较原音的问题 那这两个词呢 除了当阳性的 阴性的 讲之外 它指人的时候 还可以当 男性的 女性的 男性的 女性的 那当然了 这种说法 如果用 masculine和femina 去表示男性的 女性的 那这种说法就比较书面语 比较正式的用法 在一些学术文章上 可以看到 好 形容词 把这两个 形容词的 阳性的形式 拿出来 就是名词 所以这两个名词 都是阳性的 别看 这个feminin 它意思是阴性的 但它词性是阳性的 这点也得注意 好 关于阴阳性 还有问题吗 咱们这个名词 后面标的 这个词是 阳性的 m一点 这个词是阴性的 f一点 就来源于这两个词 就是这两个词的 首字母 在吧 如果这两个词 没问题 看最后一个名词 首先来跟我读 不看罐词 跟我读 exercise exercise 好 加上罐词 anexercise anexercise 读音的时候 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前编 就是这个前缀 ex的问题 这个ex可以有两种发音 谁能告诉我是哪两种 有人能说吗 是哪两种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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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是哪种读音 取决于什么 就取决于它后面 跟的东西 它后面如果 是原因的话 那它就发 着辅音 ex 后面如果是辅音的话 它就是 轻辅音 ex 那你看看 我们这个词后面 跟的是一个原因 对吧 是原因 ex 所以呢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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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 va 也要注意这一点 好来 再跟我读一下 这个 练习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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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练习呢 我们进一个词组 后面的 这个 faire des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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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re des ex ex faire des ex ex 咱们放学回来 要做 作业呀 做练习呀 就这么说 包括 法语的 口语练习 做练习 等等 所有的 都可以叫做 faire des ex ex 但是这个词组呢 除了当做练习讲 做体育锻炼 体育的练习 也可以 使用它 faire des ex ex 但是做体育锻炼 咱们这个 有另外一种说法 更常用 就是后面的这种 在这个 冠词上面 做了一点点的改动 它没有用 不定冠词 de 而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部分冠词 作为部分冠词 我在这稍微解释一下 咱们都知道 法语里边有定冠词呀 有不定冠词呀 但是还有一类 就是部分冠词 部分冠词的形式 有点像缩口冠词 所以大家不要混了 它的形式是 是这样的 这个du 是用在阳性单数的名词前 de la 是用在阴性单数的名词前 这个de lp 是用在哪 有人知道吗 这个d是干什么 省音 对吧 所以它用在原因开头的名词前 就部分阴阳性了 原因开头的名词前 那这部分冠词 什么时候用呢 你看它叫部分冠词 它的意思就是表示 是一部分 一点 一些 所以它用在 不可数名词前面 如果可数的 我们可以说一个 几个 我们可以用de 来表示好几个 一些 对吧 但是如果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就用部分冠词 来表示一部分 一些 一点 所以就是这么用 挺简单的 所以呢 做取运动 也常用后面的这个词读 叫做 faire de l'exercice faire de l'exercice 做点运动 做点活动 是这个意思 sava 名词部分 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ok 没有问题了 我们找个同学 来把名词部分读一下吧 来 谁愿意 自告奋勇 谁愿意读 Ugolet 可以吗 a conversation bonjour unane un département loponc langlai une une lang la 看一看有小舌音吗 最后一个词 非常好 读的非常标准 尤其是最难读的 这个公式该总读的也很好 好了 咱们第一节课时间就到这了 咱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 然后再回来 有没有购买课程的 这节课是试听的同学 如果你觉得这个课程比较适合你 我们主要是侧重单词的补充 还有呢 后面会有语法的梳理和总结 会这个比书上的内容要 稍微多一些 给大家补充很多的东西 那如果觉得这个课程比较适合你 能够帮助你系统的提高法语的话 那也可以来购买我们的课程 这样的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后续的学习 那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 休息一会儿 好上节课呢 咱们学完了第九课的名词部分呢 接下来看下一类词汇 来 谁来读一下这个词 Rotin的可以吗 来读一下这个词 可以读一下吗 Veronique Veronique 读一下 Veronique 有听到吗 有听到吗 Veronique 告诉我它是什么意思 动词 Vero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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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缩写呢 就是一个首次母V 再加上一点 就代表动词这类词汇 那同样的后面的这个S呢 也是负数 是单词的负数 不影响它的读音 动词部分很简单 只有两个单词 但是呢 这两个单词都是什么 你看看它的词尾 既不属于第一类规则动词 也不属于第二类规则动词 那在这呢 我要问一下大家 作为一个复习 第一类规则动词 是以什么结尾的 以什么字母结尾的 叫做第一类 以ER非常好的第二类呢 第二类规则动词 是以什么字母组合结尾的 ER很好 所以大家看到这两个单词呢 都属于第三类 也就是不规则动词 所以学动词麻烦在哪啊 我们要 我们除了要知道它的意思之外 还要知道它的用法 也就是有一些词组啊 动词搭配啊等等 那再有呢 我们还要记住它的变位 那首先 在学它的意思和用法之前 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词的变位 首先第一个词 APON和学习 咱们来看一下 它的动词变位 直成是现在式的动词变位 我请一位同学 把动词变位给我读一下 按照咱们的语音班学的语音规律去读就可以 来 谁想读一读 进来读 Flochen的 来了吗 把其他的elephant读一下 你的elephant没在吗 其他的同学是想读 来举手 读一读动词变位 gullet可以是什么 想一想后面的这个 想一想后面的这个 d发音吗 你读一读动 你读一读动 她读动 看一看 第一个 你看你这额是怎么读的 再看这应该怎么读 事发原因add in吗 再读一遍 这个第二人称附属的辩位 最后我讲一下 前面读的都是正确的 最后一个有点问题 咱们首先看apprendre 的这个动词变位 第一个词 j'apprent 后面的字母 对和s都是不发音的 再下面 j'app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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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有一个连读 j'apprent j'apprent 这个都没有问题 前面单数的这个动词 变为读音都一样 就是拼写上面 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单数 后面有s 第三人称单数没有 有这点区别 再看复述 j'apprent j'apprent 要注意 你看这个结构 叫什么 从这儿开始 伏伏 阿伏 伏伏 阿伏 我们学过这个结构 是吧 字母阿在这个结构当中 应该是 读 这个圆蠢音阿的 圆蠢音阿 所以应该是什么 j'apprent j'apprent 最后的这个 第三人称负数 这个动词变为的读音 稍微有一点变化 我们知道 在动词变为里面 所有第三人称负数 只要它后面的结尾是 end 这个end都是不发音的 这点一定要记住 动词变为里面 第三人称负数 它才会出现这个词位 对吧 只要是在动词变为里面 出现了 那它都是不发音的 但是你不要扩展 比如说有的名词 以这个结尾 你也不发音 那就不对了 只是在动词变为 而且是在第三人称负数 的动词变为当中 那如果它是不发音的 你看到双写 这个end 就不能构成笔墙原因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这个 是发原因 end 所以应该是 所以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apprend 这个词的动词变为 来跟我一起读 好,学习完这个词的动词变位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用法。 apprendre它有两个意思, 这两个意思是对立的, 这个很有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是学习。 学习某件事叫做apprendre quelque chose, 学习某件事叫做apprendre à faire quelque chose, 注意这些词用的是A, apprendre à faire quelque chose, 比如我去语言语, 学习法语叫做什么? apprendre le français, apprendre le français, 学习说法语, apprendre à parler français, apprendre à parler français, 那在这儿呢, 针对这个francais我再说一句, 就是语言, 咱们前面一般要加定冠词, 对吧,apprendre le français, le français加定冠词, 但是一旦说说某种语言, barre后面直接加语言, 不要定冠词, 所以呢,apprendre à parler français, 这一点稍微记忆一下, 那这个是学习, 和它对立的apprendre也当交讲, 比如说这个把某事交给某人, 教某人某事叫做apprendre quelque chose à quelqu'un, apprendre quelque chose à quelqu'un, 那如果是教某人做某事呢, apprendre à quelqu'un à faire quelque chose, apprendre à quelqu'un à faire quelque chose, 比如,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 叫Sophie, Sophie是一个法国的这个女孩名, 叫Sophie学法语, 那怎么说呀, 前面还是apprendre le français, 后面是什么, apprendre le français, asophie, 那叫Sophie学书法语, 叫Sophie书法语, 这边啊, apprendre, asophie, apprendre, apprendre, francais, 是这样吧, apprendre à saufie, apprendre le français, 那在这儿呢, a quelqu'un, 它其实啊, 虽然我在这儿, 你看, 第一组, 是吧, 把a quelqu'un写在最后了, 第二组搁在中间了, 其实它没有一个非常硬性的规定, 这个要看你, 这个a quelqu'un, 它是长是短, 是吧, 你搁在哪儿比较顺口, 你就放在哪儿, 甚至于你不要它也可以, 直接就是交, 交某事, 或者交做某事, 没有人也可以, 都可以, 这个a quelqu'un, 只是一个补充说明的成分, 就是你把这件事交给谁, 知道吧, 没关系啊, 可以了吗, 这个apprendre的用法, 大家还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咱们看下一个单词, faire, 这faire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单词啊, 是一个万能的这个单词, 但是在看它的意思之前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动词变位, 它当作家, 是吧, 看动词变位, 这个动词变位啊, 基本上都是符合语音规律的, 只有这个词, 在第一人称负数的变位当中, a1的字母组合, 咱们一般是读什么音啊, a1字母组合,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是发什么音, 先来告诉我, 读哪个音呢, v到3的这个a的音, 但是在这里面呢, 它不读这个音, 在这个单词当中, 它读原唇音, a, 也是这个音, 好了, 只有这一点是不规则的啊, 其他的都是符合语音规律的, 我还是找一个同学来把动词变位读一遍, 谁愿意举手读一下, 大家都永愿一点, 没关系, 谁来 谁来读 可以吗 我可以 非常好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啊, 这一个动作, 本来有直接可以表达这个动作的动词, 但是他不愿意用, 他愿意怎么说呢, 用这个动词的名词形式, 去跟faire配合, 来表示做这件事,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做饭, 做饭烹饪, 怎么说呀, 法语叫做, cuisine, cuisine, 烹饪, 做饭, 但是它有名词形式, 叫做cuisine, cuisine是名词的烹饪, 也当厨房奖, 但是法国人呢, 就不喜欢用cuisine, 他喜欢怎么说, 他喜欢说, 再有比如说, 像这样的词组很多啊, 比如说做家务, 再比如说, 嗯, 这个, 做体育运动, 除了咱们刚才说的faire de, 你看, faire de l'exercise, 用到faire, 你还可以说faire du sport, 这个du也是部分观词, faire du sport, 等等, 所以, 再包括学习, faire des études, 都用到了faire, 所以这个词的动词变运, 我们一定要背的熟熟的, 好吧, 背到脱口而出那种, 那咱们这个动词部分就讲到这, 还有问题吗, 包括变位啊, 用法啊, 读音啊, 等等, 还有问题吗, 没问题的话, 咱们看下一类词汇, 下一类词汇, adjective, adjective, 形容词, 形容词, 所以形容词呢, 也用a一点表示, 这个词的首字母, 加上一个点, 咱们首先看第一个词, 第一个词, 来跟我读, un premi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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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这个词的时候, 注意, 还是这个字母音, 他发的是半原音一, 所以注意跟后面的原因有一个连读, 再跟我读, un premier, un premier, 第一, 这个第一呢, 法语当中叫做叙述词, 它除了是形容词之外, 它还是叙述词, 叙述词跟基数词相对, 我们这节课的语法呢, 也会讲到, 基数词一二三四, 咱们一上课的时候就考大, 大家了, 那叙述词呢, 前面加一个D字,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叫做叙述词, 法语当中的叙述词非常的简单, 我在这稍微先讲一讲, 后面咱们还会细讲, 也就是在基数词的基础上, 在后面加一个词尾, 什么词尾呢, 叫做燕, 在基数词的后面加一个燕嘛, 那自动就变成了叙述词, 但是有同学说, 这第一怎么回事啊, 第一不是暗和运的吗, 那后面加了不应该是, 比如说运燕嘛, 不是, 这个第一是叙述词里边, 唯一一个特殊的变化, 但是唯一一个特殊的变化, 就它不一样, 而且什么, 就它有阴阳性, 只有第一需要跟后面的名词, 进行一个阴阳性的配合, 剩下第二第三第四等等等等往后, 都是没有变化的, 都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我考考大家, 第二怎么说呀, 谁来告诉我第二怎么说, 就按照我刚才说的, 在基础词的后面, 加上一个燕嘛, 对子燕嘛, 非常好, 那第三呢, 第三, 想一想, 脱子燕嘛, 很好啊, 也此类推, 所以第一, 脱米叶, 脱米叶特殊的变化, 而且就它有阴阳性, 快点记下来, 好, 再看后面, 咱们刚讲完第二, 脱子燕, 怎么又出来一个第二啊,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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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二, 一下就想起来英语里面, 第二, 第二, 它就是这个, 由英语, 借来的一个词, 通过这个英语里边过来的一个词, 是一个外来词, second, second的, 它也表示第二, 所以呢, 为了跟英语区分开啊, 也把它搞为一个词性处了, 所以, 法语里面有两个叙述词, 需要跟后面的名词进行配, 性述的配合, 一个是第一, 另外一个是外来的那个第二, 我们法语自己的第二, 它是, 像我刚才说的, 是符合规律的, 在后面规规矩矩的加了一个词位, 并且没有阴阳性的配合, 所以只有第一是特殊的, 对吧, 但是这个词外边过来的, 那它跟这个the GM意思上没有区别, 可以通用, 再跟我读,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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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注意, second的, 这个阴性形式, 它还可以当名词价, 当名词的时候, 它是一个阴性名词, 是秒的意思, 秒, 比如我们经常说, 等一会儿, 就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 也就会用一个什么词组, 叫做, unsecond, unsecond, unsecond的阴性名词价, 没有unsecond, unsecond的一秒钟, 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意思就是等我一会儿, 等我一下, 好, 第一第二, 咱们讲完了, 连着把叙述词稍微讲了一点, 再看下一个词来给我读, étangé, étangère, étang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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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形容词, 但是你看到, 它是以字母阿结尾的, 所以怎么样啊, 它的阴阳性是怎么样的, 以字母阿结尾的形容词, 它的阴阳性一般是, 长得一样的, 没有变化, 对吧, 那它的意思是奇怪的, 奇怪的, 也就是bizarre, 那法语当中bizarre也表示奇怪的, 但是, wertime, 需要 мин传词, 对 词, 好 把这个étangé和étangé去分开 接下来呢 系一个词组叫做 aller à l'étangé aller à l'étangé 意思是去国外 出国去国外叫做 把这个词组记下来就可以了 再看下一个词来给我读 困难的 它的一个反应词记下来 那大家注意到 这两个词也都是以 不发音的字母和结尾的 所以怎么样 他们两个阴阳性 都长得一样 还没有变化 也比较省事 比较好记 咱们这本简法书随处可见 一个什么例句呢 叫做le français est difficile 法语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把它改一下 叫做le français est facile 你甚至可以说 le français est très facile pour moi 对我来说法语太简单了 小猜一叠 因为非常的有规律 所以只要跟着我学 是非常好学的 来 再下一个词 来给我读 do do do这个词啊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词 为什么 后面咱们会有 这个到后面几节课啊 会有一个语法点 专门来讲这一个词 这一个词就是一个语法点 因为这个词呢 既可以做形容词 也可以做代词 也可以做副词 而且呢 它的这个配合 它的词形啊 它的配合啊 还有它自己的规律 比如说 这个 做副词的时候 咱们法语当中的副词啊 是不变词类 跟什么都没有配合 这个词形是不会变化的 但是这个度做副词的时候 它偏偏就会配合 配合 还不是跟谁都配合 还是有分类的 所以这个词很麻烦的 但是今天呢 这个度出现在哪了 出现在我们形容词的词类里面了 咱们就先看一下 它作为形容词的意思和 这个词形 它的意思 很简单啊 不论它做什么词 一般它都是一切的 或者是任何 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那个 all 一切的或者是任何 但是它做形容词的时候呢 就涉及到一个配合的问题 它有后面的这几种词形 你看到 比一般形容词的词形也多 首先看单数 就叫做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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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复数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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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 这个度的复数 不是简单的 在单数的形式上面 加一个s 而是什么 你看这个阳性复数 直接把后面的字母d 改成了字母s 对吧 阴性的复数才是 加一个s 那用法呢 它就表示所有的 比如我说 Douleh Joure 有一家这个 连锁的甜点店 好像叫 Douleh Joure 是吧 多乐之日 好像是 Douleh Joure 是每一天 所有的天都怎么怎么样 意思就是每一天都怎么怎么样 Douleh Joure 现在这儿 给大家介绍一种用法 Douleh Joure 在天前面加了一个数字 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三天都怎么怎么样 它的意思就是 每隔三天怎么怎么样 表达的是一个时间的间隔 三天是一个周期 每三天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每三天吃一次药 Douleh Jo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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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用法把它记下来 那讲到这儿呢 咱们 形容词的部分就讲完了 来找一个同学读一下吧 不倒回去了啊 第一个词是第一 Pomir Pomir 同学读的时候 把它烧上就可以了 来谁来读一下 Véronique Cryma Po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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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Second Etranger Etrangère Difici Dou Trozième Oui Très bien 非常好 那没有问题 好的 那么形容词就讲到这儿 最后看一下 autre autre的意思是其他的 所以呢 这儿的这个词 是其他类型的词汇 那首先前两个词 Voici Voilà Voici Voilà 咱们先看Voilà 这个词 Voilà 这个词啊 是法语当中非常常用的 非常口语化的一个词 那它具体的用法呢 后面列举了三种 我一字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第一句叫做 Voilà Pascal Voilà Pascal 在这句话里面 Voilà 就相当于咱们学过的 C 所以这句话就等同于 C Pascal Voilà 就是这词的意思 C Pascal 但是 当这个Pascal 是代词的时候 现在Pascal 它是人名 它是一个名字 它放在Voilà的后面 当它是人称代词的时候 它就要放到Voilà的前面 比如说 Voi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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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我在这儿 我来了 比如说大家都到了 就我迟到了 大家都在等我 最后呢 我终于来了 我就自己会说 Voilà 我来了 我在这儿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也可以说 Voilà 就是当是人称代词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代词 放在Voilà 前面 那最后一种用法呢 就是Voilà 单个的一个词 它用在什么时候呢 用在 你要说一件事情 那在这件事情的开头和结尾 就可以用Voilà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找到你了 我说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那怎么回事呢 我在说这件事情之前 我先说一个Voilà 表示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然后接下来 再开始说 我要说的话 就是一个 开头的作用 就是一个语气词 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那说完话呢 也可以说一个Voilà 表示 以上说的这些内容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样 Voilà 所以在开头说也行 在结尾说也行 只是一个表示语气的词 对吧 那再有呢 比如说 我教你干一件事 我教你干什么 我教你拼拼图 然后呢 你终于会拼了 我说 Voilà Voilà 就是这样 对就做对了 Voilà 这时候也会用Voilà Voilà的用法 其实非常灵活 但是都是在口语当中 Voilà 有问题吗 听懂了吗 那关于这种口语中的词 大家可以怎么办 回去看法语电影 法语动画片 法语电视剧的时候 你就多多注意 他除了在说话之间 用的那些表示语气的 这些常用的小词 都是在什么场合 什么环境下使用的 这样多听听 你自己就有感觉了 然后你自己就会用 知道吧 那么讲完了Voilà呢 VoilàC 实际上比Voilà的这个用法就少了很多了 咱们都知道 这个Voilà和C咱们都学过 一个表示这儿 一个表示那儿 对吧 但是这个VoilàC一般是不使用的 只有在什么时候使用 跟Voilà做对比的时候 两个东西在两处 你就想说这儿怎么怎么样 那儿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 这是VoilàC allá 然后那儿是Sofi 这儿跟那儿对比的时候 你才会用到VoilàC 你可以说VoilàC làC VoilàC làC làC à la C 这儿那儿 但是一般的 如果只有一处 即使离你很近 你也会用到Voilà 知道吗 可以了吗 这两个词 你常用的词啊 有问题吗 没问题咱们就往下继续了 可以吗 再看下一个词啊 下一个词跟我读 ant ant ant它是一个介词 意思是在什么什么之间 在什么什么之间 读音上稍微有一点困难 为什么 因为小舌音后面是一个不发音的字母 没有原因 所以你的小舌音比较没有寄托 再跟我读antre antre 但是小舌音要读出来 antre在什么什么之间 相当于英语当中的这个between between between 但是英语说到between 老师都会讲 两个词的区别是吧 一个是between 一个是amount 还记得吗 老师都会讲 所以呢 过渡到法语 这个between和amount的区别 我先问问 有人知道吗 对 两个之间用between 多个之间用amount 对吧 所以过渡到法语 很多法语老师就 他在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一看到这个antre 还有一个词跟antre相对 叫做barmi 法语当中 他就会自动 把这个antre和barmi 和英语里面的between和amount 做对比 他连看也不看也不看书 他就觉得 antre是两者之间 barmi是三者之间 然后他一直就这么以为下去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导致讲课也是错误的 这个antre和barmi 跟英语里面的这个 biton和amount 一点关系也没有 antre在法语当中 既可以表示两者之间 也可以表示多者之间 它没有数量上的区别 那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他强调的是 几者之间的关系 联系 这个时候你是用entre的 比如说 两国之间的关系 relation entre 两国之间的关系 你要用到entre 但是 但是 多国可不可以 三国 relation entre 3b relation entre db relation entre plusieursb 几国都可以用entre 因为他强调的是关系 那barmi什么时候用啊 barmi也是一个介词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 其中之一 二者或者多者其中之一 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嗯 他是你们三个中 最好的学生 他是你们三个中 最好的学生 这句话怎么说呀 用到最高级 但是咱们不用去管它 il est le meilleur étudiant barmi vous trois vous trois 你们三个 法语中可以这么说啊 比如说我们两个 nous deux 你们三个 vous trois 都可以 那他是你们三个之中 最好的 这个时候是强调 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吧 而是其中之一 对吧 这二者多者 之间挑出来一个 我要说这一个人 这个时候 一个或者是几个 但是表示其中 这个时候用到barmi 所以这个是entre 和barmi之间的区别 跟数量没有关系 跟你要表达的意思 是有关系的 明白了吗 可以吗 这么说 如果没问题的话 其他同学呢 没问题 是吧 好 那这个词就讲到这 当然ant除了我刚才说的那种抽象的意思 啊 几者之间之外 它还可以表示空间上面的 比如说在桌子和椅子之间 有一个球 那也可以用到ant 那这种用法呢 就比较具体了 大家都可以理解 我就不解释 好 下面一个词 借词 en 借词en 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词 en 用于三个以上的例子 你就把刚才那两国关系 改成三国关系就行了 都可以 你愿意改成几国改成几国啊 都可以用 好 咱们看这个on on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词 那表示 它这个既能当代词 又能当借词 是吧 而且 当借词的时候呢 可以表示很多内容 比如说 它可以表示时间 这个是用在过去时 咱们后面会讲 还可以表示什么 还可以表示这个 这个这个 地点 是吧 比如说 en Chine en France 那还可以表示 像我们今天讲的表状态 表状态 比如说 être en première année 在这儿année就不当年讲 而是当年级讲 premier année 一年级 être en première année 表示你的一个状态 学习上啊 成长上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用这次on来表示 那再也有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 elle est d'un rouge elle est d'un rouge 她是红色的 这个表示什么 请大家猜一猜 她是红色的 想说什么呀 这句话 有人知道吗 谁来说一说 穿红色衣服 很好 给她穿着是红色的 那最后呢 une double embre deble都认识桌子 embre 木头 木材 所以on也可以表示材质 因为deble embre 一个木头桌子 一张木头桌子 这个就是on 把这三种用法都记下来 尤其是 三种都记下来吧 都很重要 第三种考的稍微多一点 但是前两种也很常考 都记下来 好 再看下一个词 ousi ousi很简单了 父子 他当野讲 比如说 moi aussi 我也是 toi aussi 你也是 比如人家问候你了 bon année 过年好 你可以说 toi aussi 你也是 你就把这个问候 然后转回去了 来 再看下一个词 跟我一起读 go me go me go me 当作为讲 比如说 go me go me tava ye go me go me go me tava ye 这个go me tila 我们学过 对吧 还可以怎么说呀 用另外的方式说 怎么说呀 get skill fit 都可以 是吧 给下一个s go 你就不用倒装了 get skill fit 他做什么 但是他做什么呢 一般如果是不加 特别的修饰的话 一般就是问他现在在做什么 而如果你想说他的工作职业是什么 你可以怎么说呀 可以怎么说 咱们与音班学过一种 这个说法 go me tila 或者get skill fit 后面加一个补充修饰的 we don la vie 非常好 在生活中是做什么的 意思就是你的职业是什么 你还可以怎么问呢 就是像我们例句一样叫做 go me tava 作为工作来讲 你做的是什么 作为工作来讲 你做的是什么 当然你也可以问 go me tila go me ed go me go me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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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所以呢 go me tila go me tila 他作为学习来讲 做的是什么 意思也就是问他学的是什么 他的专业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这个意思 再有比如说我们 进蛋糕店 那店员就会问你 gest que vous voulez go me parfum gest que vous voulez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后面的gomme parfum parfum 是口味或者是香味的意思 所以你想要哪种口味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go me 后面加上名词 经常作为一个修饰限定的成分出现 来限定前面一个非常泛泛的一个问句 那再记住一点啊 这一点记在笔记上 就是go me 当作为奖的时候 后面的名词 一般都是不加贯词的 也就是说go me 当作为奖 直接加名词 前面不要任何贯词 这一点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 这个go me 它是一个多义词 除了当作为奖 它还当像奖 比如后面一句叫做 fait gomme moi 这是一句命令句 像我这样做 fait gomme moi 这个go me 就当像奖 那当像奖的时候 后面就没有要求了 在这加的是一个带子 如果你后面加名词 加定管词也无所谓 就没有要求 好 这个是go me 咱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bo bo bo也是很常用的一个介词 在这呢 它介绍到了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做对什么什么来说 对什么什么来说 比如说 对我来说法语很简单 我刚才说的例子 有同学能重复一遍吗 这句话怎么用法语说 对我来说法语很简单 可以举手说一说吗 来谁来 自告奋勇的吗 对我来说法语很简单 le français 注意francais 后面没有 le français effacile pour moi 非常好 因为bo是介词 所以后面要用中读 人称代词 这是第一种用法 第二种为 为什么什么 或者是为了什么什么 很简单的一个词 不挂 其实就是取的它这个例子 它这个意思 挂是什么 不和是为 加一块为什么 不挂 有一个电影叫做 不和爱了 一切为了它 翻译过来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是一个怎么说呢 有点像越狱 那个美剧越狱 或者是萧生客的救赎 有点像 这两部片子改编过来的 就是这个爱了 指的是男主人公的妻子 他被诬陷杀人 然后进了监狱了 那这个男主人公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帮助他越狱 最后的越狱成功了 有点小惊险的成分在里面 不恨 为了他 当为了讲 另外也可以表示目的 不和什么什么 比如说 我学法语 是为了去法国 这句话怎么说呀 我学法语 J'apprend le français 用到刚才的那个 apprendre 为了去法国 Vour 后面可以直接 Vour 后面可以直接跟动词 不定式 也就是动词原型 Vour aller en France J'apprend le français Vour aller en France 我学法语 为了去法国 表目的 为了 最后看下面这个词 ça ça 很好办 这个非常常用的一个代词 就是那个 和它对比的是这个 是色 但是这个和那个 法国人都喜欢用那个 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I see 和 la 这那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 这么一指 那个东西 我不想说它是什么 因为把它名字说出来 我还得去想 这个它是阴性 是阳性 后面怎么配合啊 等等 所以我直接一指 我就是 sia 就可以了 或者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我直接说sia 那就代替了 中文里面就是那个 这时候如果只有一个东西 是不分它跟你的远近的 直接都用sia 但是有的时候 你想说 离你近点的 离你远点的 再用sia 都是这样 对比的情况下 再用这 所以这个sia 就不去讲了 因为太常用 再看下面一个词 太 太 很 非常 也非常常用啊 法国人挂在 口头上的就是 你太别 甭管好不好 这个事啊 是多好 是一般般 都会说一句 你太别 太是狠的意思 但是由于它的发音呢 很多中国人都以为 它是太 法语当中 太怎么说呀 就是后面的这个 对吧 拓 拓是太 而太是狠 这个狠和太之间啊 它是 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 狠 它只是程度比较高 但是一到了太 这个性质就有好转坏了 比如说今天天很冷 觉得还可以接受 今天天太冷了 就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了 就是过分了 比如说他很小 你觉得他年龄很小 很可爱呀等等 但是他 因为他太小了 所以他不能上学 一用到拓 就说明 拓后面的这个因素 对你有所妨碍 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因素 所以使用上大家 注意一点 看吧 最后的一个词组很重要啊 来跟我读 Bugou de Bugou de Bugou是许多很多 那Bugou de呢是一个词组 意思是很多的什么什么东西 它的用法是什么 直接在借词的后面 加上名词复述 比如说很多的书 Bugou de Livre Bugou de Livre 再有比如说 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 很多的学生 Bugou de Livre Bugou de Livre 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 借词的和后面的名词之间 不要有任何的冠词 不要有任何的冠词 你看定冠词 不定冠词都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要记下来的 就是这种表示数量的词组 咱们以后还会学到很多啊 比如说Bugou de 很多的 比如说 Tor也有 Bugou de 是太多的什么什么东西 再有一点 比如说 Unbou de 可以像这种词组 后面如果加名词的话 这种词组表示量吧 后面加名词的话 中间不要任何的冠词 然后把这点记下来 这点是考试B考 甭管是大考试小考试B考 好 咱们词汇 今天就讲完了 再请一个同学 把这个Alt 这组词读一下 我们就下课了 好吧 先来 最后一个举手机会啊 先来读 先来快点 读完咱们就下课了 诶 有人词号奋勇吗 够来读一下吧 非常好 那咱们时间已经到了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 那下读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